你看不是一個藝人 他已經酒駕五次了 還是酒駕嘛 我自己是酒駕這個犯刑的學長 反正不抓去關他就不覺得怎麼樣嘛 錢我有的事啊 對不對 我們檢察官也是很離譜啊 第五次啊 第六次酒駕 既然三位人家保 這個罰錢就要罰8萬了 怎麼可以三位人家保呢 你看我們黨員要抓酒駕 一人就去酒駕 簡直是一個落後國家 我們法律有規定 法官要嚴格執行 建立客廣 我們就建立見私人建立 還有一段就是讓你身體造成痛苦 然後編寫 近期酒駕事故平傳 高雄日前才發生一起酒駕釀貨的悲劇 拆過兩天就爆出相聲瓦舌創辦人之一 宋少卿又因酒駕鬧上新聞 28日凌晨 他再度酒駕追撞計程車 以第五度累犯的他引發眾怒 這也是他第三次招移送法辦 刑北地監署訊後 預令3萬元交保 宋少卿辦後三度低頭道歉 承認自己因腳性心態才犯錯 而他30年的相聲老搭檔演員 馮一港也沉痛發聲向觀眾道歉 我不會縱容他上台演出 我們解播的時候就車禍死亡 大部分都有酒駕 酒駕造成死亡的力是不少的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 因為酒駕撞人最會比較重 所以都沒有去測他的酒精濃度 現在有 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因為古早上是沒有去注意 原來喝下酒精以後 你的判斷能力會減低 你的大膽程度會增加 所以應該打動的是你打油 你打油 農就算了 那你又毫無回憶 像上次有一個 有一個叫要更離婚 他撞了人他既然去買酒來 對 想要避過這個罪 說沒有啦 我現在酒精濃度是頭要喝的 是弄到之後我喝酒 我喝了所有酒精濃度 我本來是沒有喝酒的 你看有人說做這種事情 令人透氣的事情 很離譜的這種人 機械的力量 機械的力量是不可預測的 你也說要弄一台車 車大台幾個八公斤就能走 對嗎 弄到你這碰杯啊 當然也是碰杯 對嗎 所以這些人就是 還有一點就是知識不足 不是要機械的力量是多麼危險 所以才會做出這個問題 對嗎 你看我們當年來拿酒車 還有一個人來拿酒車 這個真的是 簡直是一個落後骨牆 行人就是 如果骨折 輪內出血 騎摩托車跟坐車程 因為撞到的關係 它頸部會很彎嘛 因為現在我們還有安全帽 所以要造成頭部 頭部外上輪內出血的可能性比較小 因為有安全帽保護的關係 所以說它必須 用脊椎骨折 脊椎骨折很可能 你如果不刺 你都坐骨折 反正你就是 生可以活動的輕人 重力加速度 你50公斤的重力加速度 看造成多少損失 造成多少的骨折嘛 對嗎 它是浪起來 不是從頭上射的 它是蓋裡又射下來 這個蓋裡的力量 再重力加倍到這個樣子 所以一般來說都會輸 不管怎麼樣 這個機械力量就變得很恐怖 因為你酒醉以後 你的判斷能力就會降低 但是你的大膽 你的大膽程度會增加 所以兩個一加乘起來 你的問題會很大 其實一般來說 會酒駕的人 大部分都是貪圖方便 因為 第二就是 僥倖清理應該不會被抓到 再來就是 開名車要讓人家知道 他是開好車 第四點就是吝嗇 經營車會都不想出錢的人 我的感覺 當然這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大部分都是這種信貸比較多 而且他也認為說 你應該抓不到我 他覺得 搞不好喝的量 你量不出來 其實都一定出事情嘛 你看不是一個藝人 他已經出 已經酒駕五次了 還是酒駕嘛 所以這種人就是 反正不抓去關 他就不覺得怎麼樣 錢我有的事啊 對不對 我拿去就沒問題了 你管我幫他做什麼 我們檢察官也是很離譜啊 第五次啊 第六次酒駕 既然三位很加薄 這個 罰錢就要罰八萬了 怎麼可以三位很加薄呢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在這裡 法官也要嚴格執行 這樣酒駕才會小吃啊 沒有啦 就盡量抓 大概每天晚上 大概吃晚飯 八點就開始 在重要路口就開始抓啊 啊因為這些人 他們都會走那個小路 所以小路 我而言會佈裝一下 大概也會抓得到 啊抓一次 八萬第二次 十六萬第三次 三十二萬 第四六四萬 第五次就是關門 啊不然還有一個重點啦 就是外國一樣用邊形啦 打到哀求就不敢再開了 對不對 你沒有留下一個印象 你當然不會再拆開了 你又有多少錢嘛 你要不要跟阿關啊 對不對 我們法律有規定 那法官要嚴格執行 啊如果 關不夠就是說 我建議客案 我們就建議見私人建議 然後你要住私人建議 你可以自己監錢去住 啊也是一樣嚴格 就不讓你出來 與世隔絕啦 這也最好 你不要再做 趴趴趴走你就不會做這樣 不造成這個加害人的痛苦 不夠啦